读到这两个数字 真让人家揪心跟忧心 说实在的 这是社会的现象 但是已经发展到这儿 您又该怎么办呢 梦到井上来 疫情冲击 让这两个数字 变得更加的难看 一 国民的人均负债 攀高到24.9万 两个月来的新高 说实在都是非常高的数字 欠钱 再来 除了越来越穷之外 老人家会不会越来越孤单 晚婚 少生育 高龄化 在单人家户数 攀高到这么多 126.9万户 十年来大增了 快要40万户了 所以如果孤单老人家 你要多照顾一下 看一下了 所以这两个数字背后 孟到截图一下 他的隐忧 我想最重要是这两个数字 其实有一些关联性 那他的隐忧 其实就是跟政府的一些 对于人口 对于社会 甚至一些经济政策 有关联性 我们直接来看 你说你如果来看一下 我说现在国民人均负债攀高 然后把三年的那个数据 抓出来看 就可以清楚看到 这三年来 国民人均负债 每年平均大概增加一万 一年多一万 这个是平均喔 你不是总额 所以你会看到二零一九年 那时候只有二十二点八万 平均负债 到二零二零年 去年二十三点八万 到今年二十四点九万 所以他担心的是说 这个如果成为一个趋势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今天负担的债务 就是越来越高嘛 负债一年增一万 那他是原因 是我想背后原因 最重要的就是疫情的因素 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疫情会造成这三年来的人均负债 会持续往上走高 因为什么疫情之下 政府总要拿钱出来怎么样 做纾困 他总要去帮忙这些比较弱势的主权 这也是一些比较受到冲击 较大的中小企业 所以他变成说 他要用所谓的赤字预算 就是我要多比较多的支出出去 OK 然后支出的过程之中 他就需要什么 他就需要举债 我了了 也就是我们即将十月份 十月份后要拿到的振兴五倍券 那都是政府拨举债 拨那个预算 举债白话叫举债 实际上就是印钞票 所以把政府的总债务除以总人口数 那如果政府举债越多 我们的负债就越高 是这个意思 对 没错 懂了懂了 就是分子变大了 那刚好另外一个叫什么 其实刚刚瑞涵已经讲了 当你今天他是除上总人口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最近又少纸化的缺額 又越来越明显 那法律的话就会变成什么 你的分母就变小 所以这个数字当然就变大 所以他是他背后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 他背后没有什么一些意义存在 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什么 这时候什么 国家财政的负担会加重 如果加重的时候 国家负担财政加重就加重 有什么关系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他做很多事的时候 可能就不能做 因为什么 他会压缩他的举债空间 这就是资金排挤效应 我如果举债去救大家现在过不下去的生活 老年的福利可能就会缩减 其他等等 这就是压缩了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其实看起来还是蛮严重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单人家户攀高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是最近刚好公布一个人口及住宅普查 这是十年才做一次的调查 十年 十年做一次的 就是这种家庭的这些分布状况 那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说一样 你把这二十年来的一个数据 你可以清楚可以看到 两千年时候这个数据 不过才21.5% 就单人家户数 到2010年过了十年 22%好像差异不大 多了0.5%左右 但是在过了十年 到了去年的时候 他已经怎么样 爬到26% 多了4% 跟您说如果讲白话 两千年的时候 一百个家庭当中 单人户数是21户左右 一百个家庭当中 去年就已经26个 孤独担担 一间房子一个人住 单人户数 所以是攀高很快 是 没错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为什么 刚才说这两个 有点关联性 因为什么 为什么单人家户变高 我说因为最近 你发现到什么 大家都不想结婚 不想生小孩 甚至什么 有些老年人人口 他其实慢慢怎么样 已经有一些人去世 所以他会造成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 晚婚嘛 所以变成一个人 在家的这种情况 越来越多 我不结婚 我就只有一个人 所以就叫单人家户的那个数量 另外跟什么 你少生 你没有孩子的时候 你才是什么 一个人在家 你也不会扩充 你的家庭人数嘛 另外就是什么 刚才讲高龄化的问题 因为高龄化 过去 其实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 就慢慢离开家里 家里就可能变成爸爸妈妈在里面 结果爸爸妈妈里面 如果假设有一个人过世 他一样 对 变成户口 还是只有一个人 所以高龄化也会造成 单人家户叛生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啊 现在很多老人家都单独住 知道他的背后意涵之后呢 我要开始追了 对经济呢 冲击呢 是 那他当然 我们就觉得 这个看起来像一个社会现象 但说真的啦 如果你去抽丝拨卷 你发现跟经济还真的有点关系 我们来稍微说明一下 他主要会对经济 他会透过哪几个层面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 其实就是从消费 从投资 从政府支出的角度 这是政府应该说GDP构成的 三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说看从消费面 他怎么影响呢 政府再多的话 他会怎么样 拉高民众未来征税的预期 有道理 因为政府不够钱 是 他就什么税 什么税多克一点点啦 对 简单来讲 这经济学教授所谓李家图定理啦 这个泰晤早就不懂没关系 其实简单来讲 今日的债务是你明日的税负 讲得真好 就今天债务你就发现 你接下来政府没钱 他就会想要征税 所以当你发现民众有这个预期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我就想说我钱是不是要多留一点 多储蓄一点 所以这时候怎么 他会压抑当期的消费 消费其实就可能不太好 对啊 因为我瑞涵这个人 如果钱都拿去缴税了 我怎么有钱去做消费 对 就是这样 抵消了 那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特别强调是政府过度举债 会什么 会拉高利率 这怎么讲 简单来讲 政府如果一直发债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发债的时候 在债券数目变多的时候 债券价格是不是变便宜 对啊 债券价格变便宜的时候 利率就会往上走 所以这是我们经济学里面常讲 这叫什么 这叫排挤效果 他会排挤掉什么 排挤掉民间的投资 对耶 因为你利率拉高 如果我瑞涵是个大户 我买我们台湾政府公债 利息可以这么多 拜个五年三年十年 我甘愿利息如果有高到3%4% 我假设我干嘛去做投资 我就去买公债 去做这个长时间又没有风险 还有一点你不要小看这个利率拉高 因为政府是发债的 所以对买政府公债的人 政府是要给利息的 所以这个利率一拉高 利息一增加 对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加重 没错 OK 那相对企业借钱的成本 当然就变高了 所以民间投资 就会稍微被压抑 那另外一个就对政府层面来讲 说政府债务过度会怎么样 他会限缩举债空间我们刚刚讲过的OK 因为你限缩举债空间 我说政府还是要做很多事情 但如果我不能举债的时候 我很多的这一些 比如说我今天讲 我今天想是 我今天发现我要扑桥造路的时候 我没有举债空间的时候我怎么办 太阳能风电没办法做 对 是所以他会怎么样 他会不利未来整个政府的支出 完蛋了 如果GDP不外乎这几个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是 出口减进口 这个C consumption investment 跟government spending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三八股一息 GDP铁掉了 没错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不利长期的经济成长 我想这个是整个面向 有道理 那单人加户的话 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同样的其实概念也很像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全文讲 他是因为少子化跟高龄化 这两个问题造成这种 单人加户越来越多 那如果今天是少子化跟高龄化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其实背后影响是什么 人口慢慢在减少 慢慢在老化 对不对 这个整个的劳动结构在改变 这时候会怎么样 他第一个他会压抑消费力道 为什么 简单来说人口变少的时候 你整体的消费 当然也就会跟着被压抑下来 对啊 总人口数变少 消费力道当然就微缩了 而且老人家说实在 老人家所吃有限 他的消费会变弱 没错 平均消费的支出会减少 另外一个是什么 劳动力的供给 供给会慢慢不足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情况之下 他们人口没办法补足上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这时候劳动力 我们常讲叫缺人 缺工甚至缺人才 这样的问题就慢慢浮现 因为你没有新生儿 就没有中年人轻壮年 是国家的生产主动力 没错 这时候就投资相对来讲 可能就不利的一个景象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会减低政府税收 还有什么恶化劳健保的财务 那这其实概念也很简单 因为当你发现人口老龄化 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青座人口 要负担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劳健保财务 跟政府税收 慢慢就收不到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人口数变少了 政府税收 当然总量就低一点 所以长期也是个隐忧 是 没错 因此最后一章 我们来看仔细了 已经知道了 都是会有冲击的 但是知道问题 还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不该如何因应 我想怎么因应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 这个趋势到底 有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看起来是很悲观 但是老实说真的 这两个因素里面 我说我这边叫什么 叫一个乐观 一个悲观 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说就国民人均 附在这个情况来讲 我觉得是什么 有机会改善 为什么我觉得 他有机会改善 因为什么疫情纾困 他是属于非常慈禧的做法 什么意思 因为你只有在这段 我说疫情不会永远都在 所以疫情的时候 我需要大量的这些 花费政府的支出 但是当疫情过之后 也许这部分 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 然后政府其实慢慢近年 有加速债务还版的迹象 这什么意思 意思有什么 政府其实有在考量 这样的一个财政纪律的问题 所以他一直怎么样 他一直当我今天税收变多的时候 这几年税收变多 他就还债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机会改善 但是如果是单人加户增长的趋势 我觉得这恐怕很难逆转 为什么很难逆转 因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 少子化跟高龄化这个现象 它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也是趋势 所以我说他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要逆转很难 那政府怎么去应应呢 鼓励生育 对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真正焦点 你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去解决 鼓励生育其实就是我这么讲 鼓励生育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而且结婚 找到好人就结这样子 没错 但是结法不太一样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是针对人均负债的话 我觉得政府还是要什么 你要开源接流 有道理 我赚多少花多少 我不要花太离谱 花得太离谱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的财政纪律你要严守 不要想说我今天可以举债 就一直举 我觉得这是问题 那如果是从单人加户 攀罕问题 我觉得是什么 鼓励结婚生育 你要什么 要有试着思考一些方法 比如说像什么 租税或是补贴 我举个例子 租税的例子来讲好了 日本曾经有人在讨论过 曾经讨论过 国会曾经讨论过 要不要课单身税 就是你单身要磕税 当然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单身的会骂你 你惩罚我们单身 是 没错 但是确实 你如果去看国外的casks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 他们确实都有 如果今天你是单身的话 你很多的税负补贴 是拿不到的 真的 就是你是家 其实国内的所得税 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有这税负的补贴 你拿不到 对 单身拿不到 只有结婚的这些家庭 才拿得到这个优惠 对 没错 OK 感谢孟道 非常谢谢您了 明白 为什么国人的人群负债会攀高 第一章 刚梦道说了 原来是因为疫情的冲击之下 政府要举债 帮助企业国人渡过难关 所以举债 债务变多 分子处于分母 总人口数如果不变的话 或总人口数递减 但每个人承担的债务 就会增加了 而单人家户数的攀高 也很简单 因为老人家年长了 到最后离世了 或者是接下来结婚了 但是也不生宝宝了 总人口数新生儿变少 在高龄化 晚婚 都是影响到单人家户数攀高的理由 你不要小看 对经济客是一大商商力的 因为负债变高 这些等等 C IG全部都会往下掉 单人家户攀高 一个家庭里面住的人 越来越少相同的 这些都是恶性循环 这证明了 不利于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 但我们想问 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下去吗 梦道说 关于国民人均负债的部分 只要疫情慢慢淡化 其实这个不会那么样的悲观的 但是单人家户的攀高 这个可能是改变不了 总之两个变数 都要想办法做因应了 政府提出来 应该说梦道提出来 给政府做一点参考了 这些有些政府都已经在做了 可是势必一定要解决 不然日子会越过越苦 台湾的经济 就不会如想象当中 那么样的乐观往上看了 会迟在高原期 请小心 以上结论梦道正确吗 完全正确 非常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这个粉丝要问 正确吗 他说去年 修一下玉三金好不好 去年 他在玉三金 中错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 这个地方 买玉三金 当存股 我也不知道买几张 可能是两张吧 可是接下来 玉三金的股价 都没有比这个来得低 是今年一整年到现在 还没有买 可是明明是存股的 到底这样一个存股 买法对或不对 至今玉三金 如果买多少张 就只有这两张了 所以让玉堂教会大家 存股的进出买法 该怎么买 我本来也有什么 所以说 这个温暖 也会有什么 是